以西节书第九章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 要使那监管这层的人 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 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 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 他们进来站在同祭坛旁 以色列神的荣耀 本在基督国上 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神将那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照来 耶和华对他说 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征之事 叹息哀哭的人 话记号在额上 我耳中听见 他对其余的人说 要跟随他走遍全城 以行击杀 你们的眼不要顾惜 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 并处女婴孩和妇女 从圣所起全都杀尽 只是凡有记号的人 不要挨近他 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 他对他们说 要误会这殿 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 你们出去吧 他们就出去 在城中击杀 他们击杀的时候 我被留下 我就抚伏在地 说 哎 主耶和华 你将愤怒 侵在耶路撒冷 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都灭绝吗 他对我说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 极其重大 遍地有流血的事 满城有冤屈 因为他们说 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看不见我们 故此 我眼必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要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 纳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 将这事回复说 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这事回应了 谢谢大家